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二十八 单身二十八年 她为什么单身呢 听下面几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上大学的时候她追一个女同学 两人深夜在校园里约会 聊的那是个开心的 一没留神 聊到了序舍就锁门了 女同学就跟她说 看到宿舍都把门锁了 我们回不去了怎么办呢 哎呀 我这哥们弄小声一拍空头 没了 把宿舍阿姨叫起来就行了 女同学又说了 管宿舍的阿姨可凶了 肯定要骂人的 懦小声一听就来劲了 自己可是村里骂人高手啊 敲了半个小时的门 跟宿舍阿姨骂了一个钟头啊 终于把女孩送回去了 后来全校的宿管阿姨啊 看见她全是躲在她的 而那个女同学再也没搭理过她 肃小声还喜欢旅游 是个旅游爱好者 有一回她去西藏 徒步旅行去了 夜里也没找到地方住 有一个热心的旅游啊 就收留了她 让她啊 住在自己一个帐篷里 这个旅游是什么 是女的 半夜里呢 这个女孩就问诺小声 说你有没有要啥过呀 单身二十八年的诺小声 一听这话觉得别人看不及的呀 连帐篷都不住了 一个人在帐篷外流了一夜的泪呀 过后她就跟我说 说那个女友说话太伤人了 出男怎么了 出男也有尊然呢 还有一回啊 她跟一个女同事出台住宾馆 巧合的是 宾馆只剩下一个房间 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床 女同事就跟她说 你跟我一起睡吧 不过你不能对我做什么坏事哦 她听了 顿时怒火就上来 马上就跟老板报道了 说这个女同事啊 羞辱她的人恶 还把这事发到公司群里了 让全体的员工啊 评评理 后来她被老板开除了 看着她一直单身 作为朋友的我 也跟她着急 我就骂了她几句 结果她记仇了 有一回我失恋了 她给我发了一段这样的话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按时喝酒 不舒服就多抽烟 每天好好地熬夜 记得多吃宵夜 早饭不要经常吃 天气冷 穿凉鞋 多穿酸袜子 没事多玩手机 看书的时候记得关灯 没我在的日子里 如果睡不着药 你就多吃安眠药 无聊就烧头发 洗澡一定要用沸水 难过了就吸吸煤气 一切都会好的 好了 利哥的节目就到这了 利哥脱口秀 天天把你动 拜拜